老公躺在床上 全身皮膚嚴重 紅腫溃爛 就像被燙傷一樣 沒想到因為找前總統 陳水扁女婿趙建民 脊椎開刀治療 打鋼丁 術後引發病發症 半年後送命 因為打入的鋼丁斷裂 老公前前後後 開了三次刀花20多萬元 直到2017年2月 到趙建民包地整形診所 拆線才發現事情 大條了 老公縫合傷口尾端凸起 接著傷口梅玉河還起紅疹 蔓延到整個背部 就算4月送到大醫院 老公病情越來越嚴重 全身脫皮潰爛 最後5月 菌血症病發敗檢症死亡 原來老公術後引發 死地紋身強生症候群 是一種藥物嚴重過敏 皮膚潰爛 起水泡如燙傷 引發器官衰竭致死率高 但家屬質疑老翁病死前 趙建民竟然都沒發現 趙醫生一直強調說 這是非常簡單非常簡單的小手術 把一個人搞成這個樣子 也並以接受協調 建議尋求要害的救濟 至於要害發生的原因 尚待釐清 家屬不滿趙建民協調會不出現 至今沒道歉 雙方將走司法途徑 但法律訴訟過程漫長 如同對家屬的二次傷害 記者在關章王書宏 台南報導